各位好,我是Ray 今天给大家分享怎么样高速扩张你的公司 我们用一个英文单词Skill 来这个S-C-A-L-E 我们用这个单词来作为一个排列顺序 那第一步呢就是S开头的 S开头就是shared goal shared goal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大家 你请的这些人 公司的人要上下齐心 然后你要去track 就是你要去跟进 就是这些人做了事情 你要有人去确认 他们的确是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 那你公司的人 如果大家全部是齐心协力去做这些事情 那他就一定做得好 如果公司人就是各有各的想法 那就肯定做不好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C C就是英文叫communication 就是second mile service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要公司发展的好 公司可以快速的壮大 那你这个服务必须要好 就是你每次服务的客人 他必须要愿意再回来 再跟你买更多的产品或者更多的服务 那你要怎么样能达到这个 这个这一点 能够让客人开心呢 那就是要更多的交流 然后每一步要交流 然后你做的这个服务要超出他的预期 你只有超出他的预期 他才会跟你介绍客人 他才会给你好的评语 他才会作为你的回头客 是吧 那你只有这样做到了超出他的预期 你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如果每一个客人都可以给你生 变成好几个客人 那你的生意自然就会发展壮大 这是第二个C 第三个呢 是assign 就是你要assign这个new money和new posi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要把人派到这个岗位上去 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有一个新的一个推广方案 那你怎么样可以让他确实他实施呢 那你必须要找一个人来负责这个方案 让他来推广 那你才有可能去把这个事情做成 那找了这个人以后 你要把这个钱放在这个方案里面 是吧 你要给这个方案拨款 那你这样 你这个方案才有可能实现 那你开始的时候可能是 打比方说我们说 我现在要做一个事情 我要去每个月给这个 我们的忠实客户送礼物 那你送礼物的 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要找一个人来管 来管这个事情 然后呢 同时你要给他钱去 可以买这个礼物送给 每个月确保去送给这些客人 就这个意思 那下一步呢 是leverage 你要leverage这个marketing 和这个销售人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利用你的这个 如果你要把声音做大 那你可能要退广 是吧 那你不推广的话 你你这个生意不可能做大 你没人知道你 没人知道你生意怎么可能做大 那不可能的是吧 那你 那所以你就要利用这个推广的这个力量 做做广告的力量 就比如说你说像想要 比如说我 你你想让很多人知道你 你要在像我这样在YouTube上打广告 发视频 或者在华盛联系做个广告 或者是在YouTube什么微信 你要做广告 或者付钱的没付钱都要做是吧 你做了你做了广告才会有人知道你 如果没人知道你这个生意 你没客人来那你不可能赚钱是吧 那所以就是说你要 Leverage这个广告 那除了Leverage广告以后 你客人知道你存在了 那他来找你服务他 帮他服务 那你记得有销售人员去 去给他把这个单子弹成是吧 你单子弹成了 你才能服务他 如果你这个单子没弹成 他都不是你客人 你怎么服务他呢 那你服务的也是白服务 是吧 这是这是L 那最后一个就是Employee the right person Employee the right people 就是你找的 因为你这个公司要扩大的话 你肯定要有人帮你去做这个事情 是吧 如果你只是你自己这个 非常的局限 你只能你一天就八个小时 是吧 或者十个小时 你最多就能服务这么多客户 所以如果你公司要扩大 肯定不可能只靠你一个人 你肯定得找人来帮你做这些事情 是吧 那所以你找对的人 这个这些人他可以帮你把这个事情实施了 那这个公司就可以发展壮大了 那当然就是最好找客人 找人就是对用适合的人 找适合的性格的人 去做他适合的他的性格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 我在想很多做生意的朋友 可能都会面临到这种怎么样发展 怎么样扩大 怎么样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好的这些困扰 那今天给大家总结了这个 Scale S-C-A-L-E 这个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我觉得应该是挺有效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OK 那我是Ray 我们下次再聊 对面的 我们下转的 我们下转的 这个小undai